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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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阿斯卡 我肚子好饿哦 哎呦 嗯 給我想一下啊 不知道咧 天爱的美食哦 几乎都快给我吃完了咧 嗯 給我想一下 对 我们可以去吃正宗沙瓦干盘面 蛤 你是不是傻了哦 要飞去沙拉瓦咧 很远咧 哎呀 其实不用飞到沙拉瓦那边去 你不知道 天爱附近就有得吃正宗沙瓦面了咧 我是真的不知道啦 嗯 OK 听讲哦 天爱附近它就可以吃到正宗沙瓦面了 OK啦 这样我就去试试看 看到底有几正宗啊 可以 没有问题 Let's go 嗯 走吧 沙老叶 正宗干盘面 于2014年在苏蚌SS15区成立 至今已卖入第四个年头 这短短四年里已经开了四家分号 谢谢 哇 很多人啊 找一个位置吧 嗯 那边 那边 走吧 老板来自美里 为了让东马的油脂能真正吃到正宗的味道 决定在这里卖出正宗干盘面 简单的一碗面 装满的可是老板的巧思 在这里吃的啊 何止是一碗面 而是一个家的故事 这些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点了啦 然后是网友在网络上面推荐我们的一定要吃的这几样菜 哇 好多哦 我以为哦 这边只有干盘面 没有想到这边还有这么多的沙拉院美食耶 诶 当然啦 我带你来吃呢 可能只带你来吃干盘面 当然已经还有很多 真的是大有口福啊 那我们就快点来试试看 那我们先来试这个干盘面 这个最经典的招牌干盘面 它这个面上面就是有很多叉烧 还有肉碎 还有葱花 很Q 很有弹性的感觉 好好吃 这个就是有以前我去沙拉院的时候吃的那些干盘面的味道 因为我没有去过沙拉院吃干盘面 但是这个面给我第一个感觉哦 就是它不会干到就是让你的嘴巴很难咽下去 对对对 然后它有点油油的感觉 对我喜欢它那个有点油油的感觉 这个就是干盘面的特色 非常顺口式 没有错 很好吃 而且呢它的味道不会说太咸 就是刚刚好 对 因为其实呢我们以前去沙拉院的时候 有时候吃到一些会特别咸 然后会吃不惯 所以我觉得它这边 除了有那个沙拉院的那个特色之外 它还是有迎合了我们 就是care out人 对啊就是口味不会太重 就是刚刚好 真的很好吃耶 干盘面 而且它的叉烧哦 也是非常好吃 对它的叉烧不会太肥 然后也不会太瘦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是刚刚烤的 刚刚烤的 你知道吗 它们的面哦 全部都是手工面吧 哇这么厉害吗 对啊 新手制作哦 对啊手工面 而且它们的面粉啊 都是用新加坡制造的面粉 哇 对啊所以成本来说呢 是比用这边的面粉好贵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炒煮面 哇好特别哦 对啊 哇上面就是有好大的虾哦 对好大的虾 我发现它们就是很大方耶 放的料都很多 对它超多耶 它的料全部给到很足耶 而且还有那个sotong 是的它的虾很好吃 它有猪肉哦 它的料真的好多哦 虽然是黄面 但是它完全不会有那种黄面的那种减水味 它的那个酱汁哦 已经很完全融入在那个面里面了 吃下去了 我觉得它酱汁好好吃 对耶非常开胃 有一点点像那种汤的味道 对没有错 好像特地熬了很久的那种 对啊那种很浓稠的那种酱汤 但是喝下去的时候 诶 又非常好喝 非常开胃 不错不错 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 而且我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面 其实我以前呢 一直都不喜欢吃黄面 为什么 因为黄面有些味道很难 有些酱汁很难弄 弄到进去的面里 就是感觉你还是一直吃到黄面的那个感觉 对耶 可是这个就是感觉可以吃到那个炒煮的味道 对没有错啊 我觉得这个青青色的很可爱耶 对啊 这个青青色的名字哦 就叫做树仔菜蛋 哦很可爱耶 对啊树仔菜炒米粉 看起来好像很健康 对啊 上面还有很多虾米耶 对啊 感觉很清新 嗯 然后又不油腻就是很爽口 注重健康饮食的朋友 非常推荐吃这个 非常好吃 嗯 就算是我这种肉食动物我吃了我也觉得很好吃 对啊吃我也是肉食动物啊 但是吃下去的时候 嗯 非常好吃耶 就是完全不会有菜的感觉 它就保留了那个菜的香味 对 可是就是那种不好吃的味道就没了 就没有了 我现在就很想吃吃看这个扁扁的肉 OK 这个扁扁的肉对没有错 它好特别 这叫扁肉 这叫扁肉吗 对啊 它看起来很像那个 云吞 云吞还是水饺 听说这个也是在沙拉瓦非常有特色的 在沙拉瓦非常有特色的 嗯 我吃过这个 我超喜欢吃这个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云吞 云吞还有水饺类的 对 然后它这个 跟那个云吞的味道感觉很像 但是 它比云吞 怎么说 来的更香一些 它感觉就是有那个肝黄面的那个油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有另外的那种味道 很像它很多那种炸香料的感觉 对 还有那种葱香味全部都满满在里面 对 吃下去都非常好吃 很好吃 对我真的 我很喜欢吃这个 我觉得来十盘都不是问题 真的吗 真的 这一碗叫做造菜米粉 造菜米粉 对啊 我们来试试看吧 嗯 对 它有点酸酸的 这个酸是不会让人家吃的觉得 嗯 很太酸不想吃的 对它是刚刚好的酸味 对就是有那种很开胃的感觉 对 吃了一口就会想要吃吃的 就会想要继续吃啊 在上面也是有很多料 是啊 我喜欢这家店 因为它就是超级重本 下重本给我们吃 对啊 我们去那种店 很少会下这种酱 哇那么多料之类在上面 对啊好多料哦 诶我看到这一个 嗯 这个应该是辣萨 对没有错 这个就是他们著名的沙拉瓦辣 因为沙拉瓦辣 跟我们这边的辣椒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那种粗米粉 感觉没有那么酸辣 但是它吃起来很香很香 对 这就是沙拉瓦辣的味道 嗯 我很喜欢吃这个 很好吃 这个我超喜欢的 完全就是带回给我那种 在沙拉瓦那边生活的那种味道的感觉 嗯 只不过它的料比那边还要多 对而且这个面对我来讲很特别 因为我很少吃到这种面啊 这种面很特别 对 我们在这边很难找到类似这样子的 对 所以想要常吃沙拉瓦辣 到底没吃的朋友没掉来啊 对 这个面很特别 所以想要常吃沙拉瓦 对 你看好多料啊 对啊 叉烧也很好吃 嗯 只能让我停不下来 呵呵 这一道哦 是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因为我很少 我是很少看到有这种东西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对啊 这叫做 茄子炒果条 嗯 很不错耶 对啊 它保留那个炒果条的香味 嗯 所以没有错 对吧 果条的原本那个香味全部有保留着啊 所以那个 番茄的味道啊 完全不会盖过那个 那个果条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耶 嗯 很好吃 而且它果条很Q 因为我尝尽 很有嚼劲 这味道给我 我可以 满分 对 10分 我给它15分 对 这是芋头虾饼 罗价 喂 哇好香哦 我试试看它的虾 嗯 好香好香好香 我喜欢 就是它这个罗价的酱 它不会甜到很很腻的那种 但是它刚刚好就是一镜头就 哇 好爽哦 而且很香 所以这是芋头虾饼 第一次吃 我以前从来不吃罗价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 哇 我之后会吃罗价的 因为 我们以前那种普通的罗价 就是 呃 不然是太甜 它的酱料不然是太腻 所以吃了 吃了久了就觉得 呃 要喝很多水了 对啊 就这个刚刚好 而且芋头 我才懂应该芋头配这个酱 超好吃耶 那我们再来吃另外一个罗价 可以没有问题 这是沙拉倒地的罗价 沙拉罗价 对 沙拉罗价 所以跟刚刚那个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这边 它的料也不一样 对啊 这个料不一样 这是芋头跟虾饼 所以 它里面还有很多蔬菜啊 黄梨啊 就是 水果 就是它们倒倒地地的罗价 沙拉罗价 哇 好新鲜的水果啊 嗯 不错 我吃到的这个是豆 应该是豆干嘛 我吃到的是黄梨 嗯 它的豆干 非常的香耶 我一咬进去 那个黄梨的汁爆出来了 对啊 然后那个罗价的味道 很新鲜的感觉 覆盖你整个水巴的时候 哇 它那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属于比较 偏甜品类的 一个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水果类 水果类 水果蔬菜类的感觉 对没有错 你看还有鱿鱼耶 对啊 然后 听说这里罗价的鱿鱼 是从阿根廷那边来的 哇 他们就使用阿根廷鱿鱿鱼做的 好酷哦 对啊 因为有品质保证哦 对所以非常好吃 可能罗价 所以朋友们 你们就可以看人 依据你们个人喜好 来选择这边的罗价啦 最后一样的 哒哒哒哒哒哒 光饼 对没有错 我跟你说每次去沙拉罗 那些人都跟我说 你一定要吃光饼 你一定要吃 但是我每次都没有吃到 所以我今天终于吃到了 真的吗 OK 你看它就是好像一个hamburger这样子的样子 对 然后里面就是 应该是肉馅 应该是肉馅 对对对 试试看 试试看吗 哇 对 果然是肉馅 它是肉馅 嗯 我感觉吧 有一点点像叉烧包的味道 对像叉烧包 可是我喜欢它的那个饼皮 就是脆脆的 热乎乎的 超好吃 然后这个东西哦 我在马牛家 真的没有看过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对 我觉得整个KL可能就只有这边可以看到了 对 那我觉得以后大家就是 想要吃沙拉的美食的时候啊 就可以 如果那些沙拉的朋友来到这边 很想念家乡 就可以来这边 来吃一吃家乡的味道了 好啦快点 好啦我要继续吃 哇 这个真的很好吃 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下一期再见 拜拜